好 那第23节啊 就是关于拒收和如何提升签收率 那么关于拒收 可能有一些学员也碰到了 有一些学员也碰到了 那么拒收的话呢 大家也不要压力太大 基本上多出单就可以了 因为出一单基本上可能有300 400到500的利润 对吧 那拒收一单是损失36块钱的快递费 那基本上多出一单可以够拒签8到10单 所以的话呢 想象怎么多出单 不要被拒签影响了心情 OK 那么如果说客户碰到了 比如说拒收或者说客户不要了等等 这个时候你要给客户打电话 或者说给顺丰快递员打电话问原因 因为我们之前碰到了 就是比如说有些原因是因为快递员不让他验货 比如说客户要求看一下里面到底有没有东西的 你不给他看 然后客户拒收了 还有一些可能是快递员态度不好 不给他看 就是态度不好 客户不要了 或者不给他送 反正各种原因都有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拒收了你不要说直接退回 你要给客户或者说你要给那个快递员打电话问原因 问到原因之后 然后想办法解决 比如说快递员的原因你就投诉顺丰 或者说让快递员再送 对吧 或者让快递员一定要给他看验货 对吧 如果不是快递员原因 比如说其他原因太远了 或者其他的什么派送不到 那你也要给快递打电话投诉 对吧 就是能解决问题就解决问题 能让他签收就签收 比如说客户觉得太贵了 那你说OK 那我们之前碰到了 比如说一个产品398 对吧 我们之前说比如说微信支付 你只要350 假设就是350 这个时候客户收到货来说 哎不是350 你们怎么怎么怎么要要收我398 什么什么打死不干 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客户的话 说就说法就是说 那这样子我帮你跟公司申请一下 350 你微信转我一下 反正货已经到了 就是你微信转我一下 就等于还是先收款是一样的流程 就你微信转我一下 然后我给顺丰说一下 把这个 产品的价格改成0就可以了 这样子有些客户会先给你转账 然后再让客户给他派送 让顺丰给他派送 是这样子的 所以不要说拒收了 你就直接退回 就是能争取的一定要争取 因为这个地方都是纯利润 明白吧 就是你多争取 争取回来一单 可能就是300到500的纯利润 这个是不含广告费的纯利润 所以能争取的一定要争取 实在争取不来的 那也没办法 OK 然后也要去找原因 就是什么原因拒收的 好吧 然后正常情况下面的 拒收率在5%到10%之间 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 那么 那么一般情况下 就是我们打电话给客户 确认信息之后 客户说要的 我们一般就直接发货 你不要说会不会是假单 会不会是同行 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判断的 就是一般的原则就是客户要 我就发 OK 因为客户签收的 签收一单的利润远远大于 拒收一单的成本 所以你就完美的发 就可以了 好吧 那么再往下就是如何提升签收率 提升签收率的第一个方式 就是先收款 或者说收快递费 那么这个在我们客服话术里面有讲 再往下就是教程 教程类的资料尽可能整理完善 如果客户有一些特殊的需求 那么你可以把这些需求的资料 买过来放在硬盘里面 然后尽量把硬盘装满 就是比如说60G的硬盘 尽量不要只装5个G 这样子看起来空空的 所以能多装一点就多装一点 如果实在没有 你可以加一些赠品 比如说象棋教程只有30个G 怎么办 你可以再找20G的围棋教程给它放进去 然后写个赠品就可以了 这样子你的硬盘看起来是满的 这样子客户拿到也比较爽 明白 就是一个给我一个满的硬盘 和给我一个空的硬盘 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OK 所以这是关于资料 再往下 如果是其他产品 你要注意这个产品值不值这个钱 不要一个货名线 看起来只值100块 你卖1000块 这个我们之前碰到了 就是卖那个破窗戒 第一天的课程里面也讲过 就这个产品我们拿货是10块钱 8块到10块吧 拿货好像是8块还是10块钱 然后收到货之后 我们卖258嘛 对吧 就是看起来就是一个很便宜的几块钱的东西 你明白吧 你要卖人家258 这种拒收率就比较高 拒收率就比较高 所以尽量不要卖那种 看起来就很便宜的东西 好吧 再往下 就是注意包装和赠品 就是如果说赠品这些 你承诺了送的 那就尽量送 如果实在没有 可以跟客户说明 就是晚两天不发 这也是可以的 反正就是还是那句话吧 就是我们承诺做到的就尽量做到 好吧